各位,我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 大家看到有兩支國旗在這裡 左手邊應該是烏克蘭的 右手邊應該是以色列的兩支國旗 他就問這兩個國旗有什麼是相同的 common,這兩個之間有什麼相同 我本來想說藍色 不是,藍色有些不同 兩邊是用不同藍色的 所以藍色都不是相同 除了這個之後,黃色是以色列的那邊沒有 白色是烏克蘭那邊沒有 所以在國旗上來說就沒有什麼相同 但是很明顯 問的當然是問國旗 當然是問其他東西 所以有人開始回答 第一,兩邊都是納粹主義 當然,你們說烏克蘭那邊有納粹分子 這個不用問了 大家已經從他們軍隊的適養之類就已經知道了 那些人說,咦? 以色列裡面不是被納粹德國屠殺了幾百萬 以色列的猶太人嗎? 但我們要知道,納粹這個主義 其實還包含一件事,就是法西斯主義 也就是說,對人民是殘酷的 是濫殺無辜的 那在這方面來說,我們見到 就是以色列那方面 對在巴勒斯坦的人民來說 就肯定是犯了這件事了 所以有人就說他們兩個都是屬於法西斯主義的 另一個就說,這兩個國家都是由一些犯罪分子領導 這兩個國家都仍然攜帶著納粹分子的那些意識形態 這就說,他們兩個都是在一個戰爭之中 而這個戰爭,他們是沒有辦法贏的 我們知道在烏克蘭那邊 我們已經很肯定這個戰爭沒有辦法贏的 而在以色列那邊和加薩地帶 以色列會不會贏呢? 老實說,機會真的很微 因為我們在說整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 所以這場戰爭也不可能贏的 下面這個就繼續說 這兩個政府都是靠美國納粹人才能夠支持他們的繼續存在 我知道在烏克蘭就肯定是 現在烏克蘭那邊都很頭痛 因為美國政府的耐性很少 現在他有另一件事,拿了他的注意力之後 對烏克蘭那邊就沒有了注意力了 因此我很難看到會繼續有這麼多的資助給烏克蘭 以色列正在拿大部分的所謂的眼睛的注意力 我們都知道每一年美國政府是資助以色列非常之多 因此這句話我也覺得是對的